33岁男星李忠硕今年出任爱IU后 获得不少粉丝的祝福 日前他出席活动被网友拍下并上传至网络 没想到他的帅脸竟肿成大馒头 让许多网友看了都直呼不敢相信是他本人 近日疯传李忠硕灵修图发浮照 社群平台日前疯传李忠硕多张出席活动史 被网友抓开的现场图 照片中只见李忠硕身穿黑灰色脸帽上衣 头戴一顶咖啡色毛帽 他正将脸上的黑色口罩摘下 仔细一看他原本线瘦的巴掌脸瞬间尺寸往上升 不仅脸颊风雨有肉 双下巴也若隐若现 不仅李忠硕的鹅蛋脸变得圆润许多 下巴线条也跟住消失 完全和过去他瘦的脸颊凹陷 风一吹就快到的身形相差甚远 此外还有他穿着黄色西装出席活动等模样 他鼓起脸圆润的脸蛋立即现行 照片曝光后让大批网友都大吃一惊 纷纷在留言区表示 暂时将我的眼睛闭起来了 前夫你安心去吧 吃了发酵粉吗 年纪上来就崩了 南韩空气又叫母 谈恋爱能胖成这样吗 我当没看见 网友看了都感到惊讶不已 直呼谈恋爱能胖成这样吗 事实上 今年年初爱忧被南韩狗仔地设拍到与李忠硕同游日本 还没公开 双方就大方承认从多年好友发展成恋人 并且与李忠硕NBC演技大赏上 李忠硕获奖发言完全对上了 在我服完兵役之后 有很多的苦恼 害怕和烦恼 那时有一个人帮助了我 让我感受到人性的善意和乐观 非想借着这个机会对那位说 感谢你一直那么帅气 并且我从很久之前开始就非常喜欢你 非常尊敬你 看着那个人 我常常想 我要是更用心生活就好了 要是成为更好的人就好了 最初大家还以为他和云儿因戏生情 没想到对方竟然是爱佑 公开认爱 让大批网友献上祝福 喜欢一个人就会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因为这样才配得上心中闪闪发光的他 作为顶流艺人 他们两个也都真诚地写了长文 请求粉丝的谅解 坦白公开了恋爱的心机 韩国艺人在这方面总是非常得体 几乎每个艺人恋爱 结婚都会亲笔写长文 说感谢以及对不起 很会做人 也对得起偶像的身份 爱佑说 我和老同事互相依靠 心生爱意 他一直给我加油骨气 是长久以来给予我真心鼓励 稳重又可爱的人 李中硕说 我们是在二十岁中期开启结缘的 一直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 他是个总会占据我内心一角的奇怪朋友 虽然他年纪比我小 偶尔却像我的姐姐 我的前辈 也是我想要守护的帅气朋友 因为他 我想要成为更好的人 李中硕曾经谈及自己的感情观 他说希望跳过恋爱 直接结婚 所以这一对也被认为公开恋情 也就离结婚不远了 演过很多韩剧的李中硕 和唱过很多情歌的IU 他们的爱情 好像比以上的这些都要舔 这两人也实在双强 体敌 IU曾是国民妹妹 长大后 是年轻有为的顶级创作才女 李中硕就向韩国演艺圈 性转版八十五花 从学校2013皮诺曹W两个世界 到黑话 律师 步步出圈 他们陪伴着对方度过了高峰与低谷 着实是让人羡慕的一对 不过在黑话律师时 李中硕发福 就一直是当时的热门话题 本来以为与顶级美女官宣之后 李中硕也能重回颜值巅峰 在他接受I Square Korea访问 被问及IU是否在他低潮期成为之中 他大方表示 女友的存在本身 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能够安心依靠的力量 尤其是在从二十多岁 刚踏入三十岁的阶段 他的诸多思绪烦恼 在聊天对话时 能从IU的话语中得到许多慰藉 此外 李中硕也表示 由于两人是在彼此都还很年轻时结实 从当时就觉得IU是世界上最搞笑的人 而女友带来的不仅是快乐 每当听到对方称赞 你变得更成熟了 他心中就会生起 想变得更成熟的想法 也因为IU 我想成为比现在更好的人 不过到现在有没有更好 我们暂且不说 确实在发福 在这条路上越胖越远 恋情公开后 李中硕也越爱越高调 甚至还因为大秀IU同框戒指 被粉丝们骂上热搜 但是这对情侣 真的有在为更好做着努力 为了纪念五月五日的韩国儿童节 不少当地明星都会为有需要的孩童做出捐赠及捐款 音乐家兼女演员IU和男演员 李中硕这对明星情侣 也展示了他们的积极影响力和善良的心 分别向儿童医院及残障人士学校捐赠物资及款项 立刻被韩媒称赞展现了正确的恋爱活动 除了儿童节外 韩国的五月份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日子 包括五月八日的家长节和五月十五日的教师节 为了纪念本月 李中硕在五月三日向Alzen医疗中心的儿童医院 捐赠了一亿韩元支援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医疗费用 同时IU也为Miro残疾学校的学生和教师 准备了披萨、饮料和年糕 让他们能愉快地享受而同节 其实李中硕及IU 以往一直有定期参与慈善活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例如李中硕去年向希望桥韩国救灾协会 捐赠了一亿韩元 以帮助受森林火灾影响的人 还向绿色雨伞儿童基金会捐赠了一亿韩元 以帮助年轻人准备以独立成人的身份进入社会 此外当新冠肺炎在2020年开始传播时 他向韩国医学会捐赠了三千件价值一亿韩元的医用防护服 以支援医务人员应对新冠肺炎 同时的IU也向医务人员捐赠了三千件医疗防护服 并传递了热情的支援和鼓励资讯 这些事件足以证明 李中硕与IU都非常喜欢帮助有需要的人 让粉丝们都认为双方善良的性格 是他们走到一起的其中一个原因 两人在二十岁中断时 曾经有打以上恋人未满 但很遗憾没能继续 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朋友后才重拾救援 这两人看似交际不多 但带着结果细细挖掘 还是能发现很多甜甜的小细节 十年前二者就一起合作主持著名打歌节目 人气歌谣 当时有人借着双方评价时 李中硕的一句 因为过于积极地扮演角色 所以有的时候有点讨厌他 来传闻两人不合 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是 节目结束的时候舍不得离开 两人其实在主持中擦出许多非凡的化学反应 被称为怨种兄妹 后面李中硕也在别的节目中解释 因为人气歌谣的观众普遍年龄比较小 非讲话时也会幼稚一点 实际上没有不合 去年的二月李中硕在节目中 还是单身的他 再一次被问及理想型 曾经他的回答是 个子高的苗条女人 现在变成了明智的 坚强的 尊敬的 可爱的 当一个人的理想型突然变得很具象 代表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点在后面李中硕的长文中又有了印证 伊勿在李中硕心中是像江丹一一样的存在 江丹一何许人也 罗曼史是《别册附录》中女主角的名字 这部剧是李中硕最喜欢的一部剧 也是他入伍前的最后一部剧 具有非凡的意义 里面的主角最像他自己 女主角江丹一是李中硕曾经公开过的理想型 同年十月份时 伊勿则亲自前往李中硕弟弟的婚礼现场 还被拍到二人深情对视 早在那时 两人的关系就已经非常亲密 甚至到见家人的地步了 同样是唱歌 12月23日的李中硕 2022年粉丝见面会上 李中硕唱了《一物的你的意义》 歌词中那句 你的一言一语一个微笑 对我来说都有莫大的意义 或许就是暗戳戳的表白吧 圣诞节时 两人一前以后前往日本 享受了一场三天二夜的约会 或许是已经计划好公开 两人也非常不避讳地 背上了同款情侣背包 不过纵观这么多年下来 当年李中硕最年轻最帅时 两人也没有在一起 就可以看出 《一物并不是非常在乎这一点的人》 他更加在乎的是 彼此间的鼓励和羁绊 他们花了这么多年 去认清和接纳彼此 但是即便这样 粉丝们还是希望幸福肥的李中硕 能够克制一下自己 好呈现更出色的荧幕作品 比赛 宝农 明镜呢 我们这なる一道德 予看 明镜